畫個根魚缸 即是裡面有幾條根魚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跟著我一起畫 首先我們將畫顏料銅黃 然後擠出來 少許在這個盤裏面 擠完之後 我們擠多這個小小大紅 或者是樹紅 然後呢 沒有太多的 那個銀室 小小啦 擠在這裡 好了 擠完之後 加點水 將它化開 首先呢 我將這支筆呢 加少許 黃色 加完之後 這樣就開始畫的了 如果我們現在開始畫圖 我們就看一看 那個畫圖是怎樣的 好 擠完圖之後 我們開始畫的了 首先將筆呢 放在那個黃色裡面 放完之後呢 那個筆尖呢 加少許紅 加完之後就開始畫的了 筆呢 筆呢 是有筋下去的 沒有太重手 因為有水多一點點 那麼我們就將水呢 掛出來 沒有太多水喔 好 跟蜘蛛 又加少許紅 筋下去 筋下去 好 又加少許紅 這個是筋魚身體 即是那條骨 那條骨喔 小柑那個形狀呢 是 決定是你的 手 很近下去的 來 但你近 近完之後 在轉北 對了 轉北之後 又來多一北 這樣近下去 又是要轉北 轉轉轉轉 是 這樣 好了 條尾一個四北 好了 緊接著我們又開始了 第三下 加多點紅 緊下去 但這筆呢 沒有太重的 因為重 這裡有個頭時的關係 好 最後一筆 這樣 這樣 緊下去 又轉北 對了 接著 這條尾就 畫完了 畫完之後 好 我們要 畫一下 頭呢 是怎樣的形狀 要幫它 畫那時候的形狀出來 緊接著 嘴 雞魚 嘴 是怎樣的 對了 眼 雞魚 眼的位置 是怎樣的 沒有太大 太大 都會影響到整個畫面 好 畫完 雞魚 眼之後呢 緊接著呢 就是 個身體 身體呢 都是 這樣 朝你 從外面 到裏面 一巴 兩巴 三巴 然後這裡 都是一樣 一 二 三 這樣 對了 如果 形狀呢 一般的 你可以 調整一下 身體的樣子 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畫 這個 如期 一 對了 然後呢 二 沒有太近 然後 這裡 也是 三 四 對了 那 一根魚 就 差不多 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呢 其實不是完全完成的 做了很多 四字還沒有畫的 我們 我們 加 少少 擠少少 胭脂 然後 然後 那個 胭脂 重一點 顏色 那有些層次減 好了 我就畫 那時候呢 又 如期 開始 因為呢 如期呢 可能會是這麼漂亮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滑條線呢 你又 開始 收整 那個 如期的 那個 那個 形狀 對 對 對 這邊都是一樣 對 這樣 對 對 對 就是 不要緊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勾 一條 線的時候呢 可以 把它分開一點點 有得補救 對了 這個 重點呢 就是 畫個畫呢 就是空水 沒有太多水 一 多水呢 就畫完了 對了 好 這邊都是 好 畫完之後呢 兩邊畫完 就是中間了 一 一 二 五 然後呢 就中間畫那次好像把線一樣 千萬不要是直筆的樣子 很難看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這邊都是 那 我 有點心急 其實要等它乾一點點 更加靚 鐵線呢 就有點化開 不要緊要的 化開 有化開的好處 化開呢 所以它好像條尾呢 融入去那個線條 融入去 不會這樣突出 那邊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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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都是 用墨加少少墨 好,眼的位置 好了,身体上面,如鱼 鱼鱼画的时候又很小心的 鱼鱼的颜色你要调到 和身体差不多 薯红加大红 这个是大红 这个胭脂或者是薯红的 好了,鱼鱼鱼你可以这样画都可以 或者是这样 少少鱼翼 没有太大 真实的鱼鱼鱼是很小的 很小的,很小的 这边是这边包住 形成一个,其实每一笔呢 你可以考虑到鱼鱼的形状是怎样的 好了 好了,还有这里 這裏搭出眼睛 所以這裏顏色比較深一點 對了 好了 我們畫完根魚之後 它是根色的 但是我想是旁邊的根魚缸不止是根色的 還有是黑色的 我想在這裏畫另一條黑色的 好了 都是用麥 然後 把濃麥 挑出來一點點 然後 加水 水 千萬不要太多 雖然是水模畫 但是一刀水就玩完了 整個畫面 差不多了 這樣緊接著呢 我們就開始畫了 都是准备一张纸 将多些水分 遮出来 否则整个画面 全部都是塞的 好了 我在这个位置 画另一条根鱼 一笔 下去 然后 然后 在 骨头 起完之后 然后 将它进去 又转不 转 转转转 可以转的方向不同 这样形成的 效果都不同 好了 这里 有 转不 对了 这里要按下去 转不 都要考慮,這裏大一點,這裏小一點 如果不漂亮,可以補一下也不重要 緊接著就是幫他畫身體,筆朝骨頭的胃 這邊就朝這裏 這樣怎麼都不會畫壞 水沒有太多是一定成功的 眼睛 然後就是預期 對,就是這樣 餵完之後,加少許 加個嘴 切個頭,難得伸出一點 是很少的 好了 挖完之後 記住你又勾線 又等一等了 沒有太心急 因為它太濕了 它是實在化開的 加農麥 然後 那個預期 都是一樣 你要 如果之前畫得不漂亮 那就等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太濕了 那個麥還未乾 所以它 所有的挖的線 它全部化開了 那我就不理會它了 我要畫 它做了少少配件 雞魚缸 裡面做了些什麼 水草 或者是些 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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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加綠 桃黃加綠 桃黃加藍就是這樣 這個藍色 藍色 加少少黃 就馬上變成露色 很漂亮 這個顏色 好了 再加一點點 咖啡色 為什麼呢 那個顏色可能是有一點變化的 你沒有理由全部都是 顏色一樣 那就不要那麼漂亮了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那條鯨魚 開始慢慢乾了 乾完之後那個顏色更亮 好了 我們趁著它光的時候 我們就畫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畫的時候 我們要看著整個顏色 是怎樣的 這個很簡單 按下去 煮圈 是 就是一個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 都是黃 加藍 為了顏色少少不同的 那除了這個 我就有 這裡畫多塊 珠圈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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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剛才那個編 黃 這個編 這個編 很難 這個畫 是最忌諱的 那個顏色是一樣的 好了 我在這個位置 畫多 好 好 進去 去看 珠圈 對了 好 來多個 來多個 是藍色的 偏藍 都是綠 但是 顏色是 重一點點的 在這個位置 按下去 按下去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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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對了 就是這樣 非常之簡單 好 好 好了 那 除了這些顏色 呢 因為我們在那裡等的時候 都沒有浪費這些時間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在旁邊呢 可以畫少少 就是這樣 的 這裡都是一樣 這個 這個都是水草 來的 對了 這個 好 生了 夠了 不然呢 整個畫面都沒有那麼漂亮 好 趁於 滑的時候呢 還沒乾的時候呢 我們 給少少紅色 為什麼呢 你當它是荷花咯 好了 我們在這裡 當它是荷花 1 好簡單 好像跳舞一樣 1 2 3 1 2 3 好 完成 對了 不漂亮呢 不介意 你可以這樣 修正一下那個造型 都是一樣 這裡 對了 好 沒有畫太多 不然的話 很難看的了 整個畫面 滿了 好了 這個位置也是 1 然後呢 一下就夠了 好 我們當它是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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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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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少變化在這裏畫得條,我畫多個花盤 就是逼著你,一定要畫到一個,不然很醜的樣子 對了,這樣就好看點,可以在這裏少少 這裏都是,行,這樣就OK了 不用怕,有時候一波畫得不好,我們去旁邊補一補 好了,這個時候呢,我們的鯨魚就差不多乾了 好了,用濾蜜 以後呢,就交個 好了,不要 那個眼 眼睛又注意,又對稱 如果太濕,你千萬不要接著畫地筆 畫到多水,開始要等一等 都不算,要多等 好了,接著,這裡 我們在頭先過一樣 有 2 然後呢,這裡有中間 這裡有中間 好了,這個也是 好像把線一樣 千萬不要畫到 一隻筆 對了,這裡也是一樣 把線 對了,這條魚呢,就差不多畫魚龍了 好 剛剛呢 這裡 這裡 然後,就那個魚龍 魚龍呢,都是用那個包住 一隻一隻 到海裡裡 三隻小魚 宇宝王呢,還有! 明天没有很多水,水就会发光了 好了,条鱼就换完了,那我就 最后了,华龙点睛 白色 明天没有多水,有多水就会发光了 眼睛呢,在这里小小的 小小的,这里都是一样 这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变成有些鱼呢,黑色鱼呢 它有少少,身体就有少少白色 你可以加少少的 加都可以,加少少都可以 加少少呢,是增加那个鱼的层次 好,这样呢,少少化开 不重要的,我们可以 等它干了之后呢,修补 这个写议的鱼呢,就完成了 好了,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呢 就想让我说什么 其他的小动物,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今天就播到这里了,拜拜 下次见啦 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